中秋未至月饼先行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护上老字号推出的首发月饼 已经陆续登场了 跟着小新一起来抢先品尝一下吧 鱼香肉丝月饼您吃过吗 有着280年历史的老字号王宝和 今年推出了6种纯手工的苏式月饼 其中这个鱼香肉丝月饼是我最感兴趣的 好吃的味道 它的内馅是笋丝和肉丝 吃起来是微甜微辣 而且脆脆的把川菜的精髓 包进了鲜肉月饼里面 新雅月菜馆推出的藤椒鱼月饼 鱼肉做的月饼 我也是头一次吃 非常美味 好吃好吃 这个月饼的内馅是青绿的藤椒 和白色的鱼肉组合在一起 吃起来是麻辣鲜香 这个鱼鲜味和藤椒的这种独特的 麻麻的感觉组合在一起 非常适合重口味的你 还有像糟香蛋黄鲜肉月饼 你听这名字就非常的诱人 小新去排了两次最多没买到呢 龙华寺的竞肃月饼也非常有特色 小新最喜欢它的酥皮 真的是非常的酥脆 经典的口味有台条果仁以及玫瑰细沙等 今年咱们吃一个糖醇黑马味的 好酥啊 料真的好足啊 内馅满满的黑芝麻和各种各样的果仁 而且它不是特别的甜 也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口味 今年月饼的味道也是棒棒的 像鲜肉月饼这样的传统美食 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前来尝鲜 走跟我一起去御园看看 中华老字号上海德馨馆 首次推出咸甜双档 葱香牛肉月饼 果仁玫瑰月饼 以及黑金爆汁鲜肉月饼 外国朋友尝了以后也是赞叹不已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惊艳 没想到会这么好吃 中华做得很好啊 还行还行还在学 我觉得非常好吃对啊 全部都喜欢了 保持咸肉的月饼最喜欢 今年德馨碗给我们带来了小小的惊喜 大家看我手里这只黑色表皮的月饼 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其实呢 它那是在酥皮里面加入了墨鱼汁 哇 这个黑金版的鲜肉月饼 吃起来酥皮是层次丰富 馅料呢 依然是经典的搭配 肉香浓郁 肉汁满满 哇 吃起来一口爆汁啊 尝了这么多口味的月饼 那么哪种是您最喜欢的呢 欢迎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吧